现在就下载酒吧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娱乐红趴 顾公亮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 顾怀群顾老师 已经很久很久 好多年没有到我们节目来了 今天特地光临我们的节目 我们来介绍 2024年李宝春惊演新老戏 我们先把演出资讯报告一下 5月31号 也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晚上七点半 6月1号星期六下午两点半 以及6月2号星期天 这一整个周末 6月2号星期天是下午两点半 演出地点台北市艺文推广处 城市舞台 购票的网站是OpenTix 欢迎大家注意讯息 至于5月31号 6月1号 6月2号 究竟演些什么戏呢 在这里先报告一下 5月31号 新编好戏 孙病与庞娟 6月1号 演的是三国新戏 魏南之战 这个新是跟群介华 或者是 其他的三国老戏 相对而言 另外 6月2号是几出折子戏 包括天霸败山 临冲夜奔 杂美案 演出地点都是台北城市舞台 顾老师 大臣好 我们的孙病与庞娟 也是一个算是熟悉的新戏 新编戏 对 魏南之战 这出戏我没看过 其实 错过了 但是魏南之战 也是一出 算是新编戏 1950年代才出炉的 可是编好之后 就一直没有上演 对 我先简单的讲 这个孙病与庞娟 他是 古宫量文教基金会 我和李宝春先生 合作以后 第一次我们自己编戏的作品 顾尔黎现在已经有二十几年了 这个戏你会在各种地方看到 就是很多地方戏 都演孙病与庞娟 我们这一出是关于人性的 对于名利跟贪欲的一种反省 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个比较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这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 到最后马林道上相逢 一生一死的时候 我们就安排 在继末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们两个心里的 那两个小孩子 带到台上来 当他们两个静坐在台上 一个已经死了 一个在哀悼的时候 我们让那两个小孩 看着 那两位 然后大家一起想想 这个还有一点现代戏剧的 或者西方现代戏剧的 李宝春被我带坏了 他把京剧的表现形式又扩大了一些 他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特别的有趣的 就是意识流 我觉得以前我们读书吧 就讲点文学上有什么意识流 然后呢西方戏剧意识流 很少人在京剧里面谈什么意识 那当然 那李宝春 我们合作以来 他编的戏 他都很努力的放进很多意识流东西 包含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自己跟过去的自己的对话 跟现在的敌人三方对话 或者是两个人之间彼此对话 然后讲的是心理的话 心理的话 然后嘴里讲的是言不由衷的话 那这些呢 都是帮助了我们这个京剧 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虽然唱的还是京剧 但是不是那么老的人 越来越爱看的原因 不过如果说京剧本身原先的唱跟念 里头也多少有一些意识流的内容 只不过我们没有强调它 我们没有用舞台的效果强调它 而这个Henry James跟William James 这两位作家 跟这个精神科的医师 运用的这个语言 也就是这个意识流三个字 英文是两个字 他就突出了表现形式的双重性 是因为我们做这个传统系的人 最不喜欢被别人说你们LKK 然后应该去进博物馆 我曾经在大陆有一次跟人家 就起了一点小小的争辩 因为他们说你们这些干文化遗产的人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愿意承认他是文化珍宝 或者是文化重要财产 但是你不可以告诉我 今天有那么多人在做的事情是遗产 那我不是成了遗产的一部分了吗 怎么行呢 我们活着的人就是要 今天在做金剧 就是要把金剧做到这个时代能接受 是 所以刚才您提到 就是如果说意识流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在金剧里面的表现形式 而在其他的戏剧 或者是甚至西方戏剧也不见得有的 那么在这个唱念作打的这个过程里面 怎么去突出他运用意识流的技术 多半都是用念摆 多半都是用念摆 唱是嘴里的 唱是嘴里的 念是心里的 或者是两个人呢 面对面呢 走过去视而不见 但是其实是在跟对方说话 像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在舞台上并不困难 只是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掏 更把这个人物掏深一点 那我觉得很多人看金剧 好吵啊 还有颜色那么多搞不清楚啊 还有都是古人的事 跟我没有什么相关 可是有时候 你如果在那里 你发现这个 灯比较暗的状况之下 有时候你跟一个人戳肩而过 而又没有看 似乎没有看到 其实也没有看到 但脑子里其实都是那个人 而且一直在跟那个人讲话 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给你的生活 相当捷径 是 生病与旁娟 本来就是一个吸引人的题目 两个应该是同窗 同伴 可是由于权力和 未来理想的实践和发展之不同 使得其中这个人性 比较脆弱的这一个角色 也就是旁娟 起了不良之心 对他的这个 起了代意 对 这个里头 同为这个兄弟 或者说是哥们 但是他中间又有 跟很多成双成对的 金剧角色 有很可以体会的 比如说 草草与杨修 对 那是一对 对 孙命与旁娟肯定是一对 司马仪跟这个诸葛亮 也是一对 其实也许是因为我们古时候 不是古时候 我们现在既有的这个 历史留下来的 不管是这个 辩文正文 还是这个传文 都是多半写的是男人 是 因为男人都比较容易被记住 因为古时候的女人 不太怎么在正经舞台上 或其他舞台上出现 有一对锁琳琅的 那也是一对 你像左波桃杨绝 那也是男的 对啊 一点都没有错 所以你碰到的是 一大堆重要的 一对一对 多半都是男人 那但是呢 现在说到孙命与旁娟呢 他们两个人呢 是很现代的 现在的两个人 就是哥们嘛 一起长大嘛 然后彼此 一个先下山了嘛 然后另外一个 那个下山间说 哎呀 你陆下山一定要来找我 这很正常嘛 正常 就你留学回来 一定要来找我啊 然后你回来了以后呢 我们俩在一起 怎么我跟你聊着聊着 你怎么 你怎么比我知道的那么多 咱们不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吗 所以就开始了 老师不公 会不会是老师不公平 你当时就已经骗我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而且你在我老板面前显示你比我厉害 那这个实在太抱歉了兄弟 所以那天开始你就不兄弟了 但是又变成另外一种 带着兄弟的那个血缘的一种仇敌 就说我更晓得怎么弄你 是 很抱歉 这个就不只是让戏剧性增加 也让两个人之间的心理层次变得更复杂 对的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里面 你大家都晓得孙子兵法 其实孙病是孙子的几代之后 所以他呢 其实所知道的多余旁圈的 就是孙子兵法上 他是他的家学 那只不过他以前小的时候呢 他的老师并没有跟他提这一块 所以等他那个师兄走了以后 他本领也差不多 他老师就说那我的年纪大了 我教你吧 就跟他讲了一点 他就会了 然后所以呢 旁边就受不了 可是到后来的时候 只好就是兄弟反目 然后对决 然后就是我们都用相同的本领 就看谁比谁生 舞台里面 也就是演的戏是斗志 而且斗狠 而且要斗阵 斗法斗阵 但是在舞台上表现呢 却是斗唱 也斗唱 也斗打 也斗打 来讲 所以说这个重演的版本 在2008年重演的 开始 我们李宝春是几度编修 N度编修 大春 今天我本来就想跟你谈一个 很有趣的题目 叫做如何演 老戏 跟不太老的戏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觉得老戏 老 所以有一句话 大家可以参考 剧界的老人说的 演老戏 三分生 其实我们做好多事 三分生 三分生 生气的生 也就是 其实就是比较嫩一些 或者能浊一些 对 不是 就我们演戏的人来讲 我 我每一出 我已经那么熟的戏里面 我要有三分的这种敬业的 为敬畏的态度 嗯 我好像第一次碰到这个戏 不能收集而留 对 不可收集而游 所以你每次都要带着人说 这里面哪部分我这次要跟上次不一样 是 这就是创新 创新本来就不是这个跟那个百分之百不同 才叫创新 而是说有个东西里面 你拿出它可以更好的 或你觉得更好 可爱的 你把它稍微的改变一下 所以从演的人来讲 演老戏三分生是一种态度 好像也是一种创新的态度 这恐怕在艺术上是共通的 在书法 在绘画上 都讲守候生 对 然后你如果看戏的话 你就要对观众来讲 你就是要给他三分生 也就是说 你不要让他觉得 这出戏我看过了 下面就是这样 下面就是这样 下面就是那样 而是说你要有三分的东西是新的 所以每一次在演的时候 你带着创新的态度 去给他们三分新的 其实是演老戏的方法 不然的话 演几次你自己也无聊 对于老戏 或者说曾经看过的某出戏 有深刻印象 这个是观众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 比较熟的美学审美态度 没错 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出戏 5月31号是孙兵与旁边 对 6月1号下午2点半 有魏南之战 这应该大书而特殊 好 也是守候生的一个范例 他是一个身后守候生 对了 身后守候生 说说看 好 魏南之战 其实大家真的很少听到这个戏名 魏是精魏分明的魏 就是魏水 在长安跟洛阳附近的 这个黄河的滋流 魏水 那大家现在常看连续剧的话 有在魏水旁边发生的事 但其实在三国里 三国的故事里 魏水只是打仗的一个地名 并没有发生过特别特别特别厉害的地方 只有魏南之战 就是战魏南这个事情 所以你如果玩三国游戏 反而你会常常说 哎呀魏南怎样怎样 那不玩游戏的人真的很慢 抱歉 但是魏南之战这个戏呢 他是当年在1950年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可能都还没有出生 那个时候 李宝春的父亲李少春 在大陆他就找了跟他一样 这个常常登队的大花脸 袁世海先生 哦袁世海 对所以他们两个人合起来 一个眼曹操 一个眼里面的这个 河溪走廊的太守 韩岁 岁是那个顺岁的岁 那他们两个人合起来 想要去让一个年轻的 很棒的年轻演员 一个武生 武生 他们当时看中了一个 他们觉得说我们来搞一个马超 这个马超呢 是一个就大武将 然后又很帅 什么都对头 然后正好呢 是他呢 就变成了曹操跟韩岁之间 斗智斗力 最后曹操大赢的 一个棋子 一个棋子 但是他自己呢 不知不觉真的也在头玩得很高兴 这真的是典型棋子 当时看上的这个武生是什么人 叫曹亮 现在还在 所以 但是不是都就 我觉得丧失一个机会很可能就 但是这个戏 据说说就是要讲到丧失什么机会 演出的机会 因为他编好的第二天 他们已经成 他们彩排了 第二天就要上演 那个他们被他们的长官 也就是他们的京剧院的院长通知说 这个戏不能演 因为现在局势有点 政治局势军事局势都有点混乱 1950 对 那有到时候你一定会被人家说 你影射谋甲是曹操 谋义是汗水 不要演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三反五反啊什么 都还没有 连文化大革命都还没影 所以我觉得那个 那是就是台海局 寒战的呼声 院长大人 是不是那个院长大人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 那个他的那个天 天线是不是有一点点 伸得太远了 而且回头想一想 如果是1950年的话 袁世凯先生也非常年轻 他们当时都好年轻 所以是好棒的戏 结果没演 结果他们就排了半天 据说排了好几个月 不知道有没有更久 就是积极排练 至少好几个月 结果就竟然不演 不演了以后 就再也没有人提起 那我跟李宝春呢 在去大陆巡回的时候 不停的有观众 跟其他经纪员来说 李宝春 你就战卫南了 你战卫南了 我都没有听过战卫南啊 那我就问李先生说 请问什么是战卫南 那堆人干嘛那么兴奋 我爸有一出戏 就是讲卫南之战 但是我们没演 凡是那个时代的人 都已经等了半死 等了几十年了 对对对 他们就黑呀 现在算也等了二三十年了 所以那我就说好不好玩 他就说 哎呀我那时候太小了 据说到了剧场 但是别人抱着我 所以我信心不深 那我 保真也只有一岁 恐怕真的 他去了就是了 但是我就说 那我们来拜托 大陆的熟的朋友 我们开始找剧本 当然不用提录影带 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也没有人会唱 就一个人都不会唱 然后所以呢 我们就去找找到了 这个是我找到的第二个 孤本 我做戏以来找过第一本 孤本是 昆曲团的十五罐 十五罐 对我们改成金 但是那本是 我在人家的那个 那个图书馆的架子 最后面的那个 税纸穴里面找出来 然后是用手抄的 拿起来的时候 已经一个字都看不清楚 我把它照着那个 透着灯 我一个字 就绝对我们全办公室 人近视眼都增加了 大概五十度滋留 我们就把那剧本抄下来 后来昆曲团也演了 然后季正华他们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棒 但是我们抄完了以后 需要改成金才能抄 因为这个 改成金 差很多 所以那是我的第一个 孤本 还有人写信来给我说 小心 孤小姐 我们那是孤本 你千万不要弄坏 还要还给我 我说我连影印都不行 你还要叫我还给你 但第二本就是 《未南之战》 《未南之战》呢 是个恐怕是连孤本都没有 只剩下一堆 一个大唱段 是有人记得李少春先生的韩岁 唱的主唱段的部分 然后那个恐怕就是 就是老生表现的一个段 老生唱 对 然后其他都没有 我们就开始 好吧 那我们就把它写起来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戏呢 就是从零 零点一好了 就写成了这个《未南之战》 等于是新编的 对 在你们的手上新编的 但是这出戏很有意思 它什么服装 什么都是传统的 并没有一个伟大的那种 什么设计服装多少钱 灯光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是把它当成 就是一个老戏 我们现在看过到 很多很多三国戏里面 之一演出来了 而且这样看起来 就我的假想 它就更像一出老戏 非常非常像 但是呢 里面又有意识流 也有意识流 李先倩没有办法不意识流 因为他才太爱挖掘角色的内心了 所以他非意识以下不可 是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好的 稍后片刻 再回到意识流 今天访问的来宾 很久没来到我们节目之中的 孤怀群老师 他是孤公亮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 我们讨论的题目就是2024年李宝春惊演新老戏 方才谈到了魏南之战 魏南之战有非常多特殊之处 包括他的发掘以及重构 现在要真正的演出了 谈一谈这一次演出的特色 好 这个魏南之战呢 如果不是因为他原本在大陆非常多 期待李宝春先生父亲的那个戏的观众都认为他 他叫战魏南 那等我们来重构的时候 我会说他其实应该叫忌忠忌 忌策的忌 对 忌忠忌 他就是讲着曹操 韩衰 两个人就是比忌策 忌里有忌 然后又有一个可爱的马操 很好用 因为很容易上当 很容易上当 所以真的是忌忠忌非常我看过的三国戏里面最情节最复杂的 所以你如果喜欢悬疑呀 或者推力 大家对人性有点小草掌握的内心的推理 而不是什么乱杀人之流的 那你一定会很爱这出戏 我们在有一次在武汉演出 演完演出的时候 我一看前面那一排 中国有七个经纪院的院长都坐在里面一排看这出戏 然后演完的时候 通通冲到李宝春的这个化妆室说 能不能把这出戏给我们 那或者是有两个经纪院说 我们来跟你们来合演 合演合作 合演当然是OK 当时不敢乱给他们的原因 是因为李宝春还会再演 那所以我觉得未来会不会就 就把它拿给别人演了呢 其实极为可能的事情 是 因为这出戏呢不传下去太可惜了 京剧界不交流就很难传下去 完全对 就是要透过大量的交流 对 在不同的剧院之间发酵 才有可能往下传 完全同意 而且空间换取时间 每个人都有三分生的那块 可以让你看到 你会自己会越演越好 看别人演 其实是为了增加自己演的 这个Data Bank 是 绝对不是说看别人演 就是去学或去操 而且如果各地的京剧院 都有兴趣 就表示这个戏的 台地有什么意思 戏剧感非常之充分了 他们说所有的升角 和戴 从上到下 就是主角一直到兵队 小兵 全团都能上 你现在看看这个戏的规模 是 然后呢 这个 我们刚刚这个 私下跟这个大臣跳天的时候 我们有讲三国戏 有的时候会是 很多人 这个看这个戏团 的这个 艺术能力 的一个指标 如果你能开群介华 如果你能开 龙凤城祥 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剧团 如果你连这两出戏都开不了 尤其群介华 你就能够成剧团 你就不称之为剧团 这样子的 这种鄙视都有 但是呢 如果你能开 魏南之战 你是个非常像样的剧团 是 所以呢 以台北新剧团来讲呢 这么小小的一个剧团 我们竟然能开呢 要谢谢每次都跟我们大 一起合演的大花脸 杨燕逸 杨燕逸 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 先介绍一下杨燕逸 好啊 我记得在 他到台湾来很多次 而且这个 他在球派之外 也用过功 他很可爱 我们每个人第一次看他说 都以为来了个球派大花脸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也真的很可爱 就是一个唱得非常棒的球派 当时这个中国大陆几十年来 都是十进九球 十个大花脸 九个球派 或者无尽不求 他完全对 但是杨燕逸 他本身的功夫 也就是唱的功夫 诠释的这个角色的这个能力 远远不是只有球派可以牢笼 他有多用功 演完《孙病与旁娟》 他写给我的笔记是两页A4的纸 还加一堆 密密麻麻用钢笔写 他自己每一天演出 他都做笔记 做笔记 演完戏还能这样反馈给制作单位的演员 你就抓 你下次又不一定请他演 但是他还是那么认真 那我跟他合作一次就世界二十年了 那我们算是某种程度一起长大 因为他的花脸的系路也越来越宽 他原本是不怎么演曹操的 因为他的个子比较小呢 没有像上长荣老师演 袁世凯老师那种伟大的 那种脸跟架子 所以他通常他有时候闭眼 可是我们说不行 那不行 我们那么多曹操的系 你头那么眼就按是把它搞上去呢 他只是用功 所以用功我觉得真的是 对一个从事艺术人来讲 你是可期待的 OK 就是说你 这个人如果不用功的话 几乎就不必期待 因为艺术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你现在看杨燕逸的戏 你开开心心顺顺荡荡 每一个角色都搞得好好的 所以我们就很喜欢很喜欢他 不过我透露一个很多人 可能都知道的秘密 杨燕逸呢 他不是科班出身 他原本是大陆的国手 运动员 运动员 他原本是国手 但是他有一次受伤了 他非常年轻 他十八九岁 他就已经是 他的那个国手 feel的里面的教练 所以他有学生 有一堆学生 然后呢 他就自己不小心了 以后就不能够再运动 那他们就说你这个你这么年轻 你现在我们把你辅导去干什么 然后你才十八九岁二十岁的 结果他就不晓得 他说那你喜欢干什么 他说我喜欢 我喜欢蛮喜欢唱戏的 那个什么提尾的 那个都吓了一跳 啊 国手 不得了 如此出身也居然 可以称得上是一代的花脸 你知道吗 他跑去跟细校的人一起练功 他说都是小孩 就他一个大人 他说他一天都没有缺过 先天勤练 所有的人呢 人不是不能改行 但是你还是要很勤奋 而且多多少少要一点天赋 我想他对他自己是有自知的 因为当时人家刚刚讲 我们可以辅导 你去做这个那个跟那个 你就也可以办退休 但是他说他要去唱戏 是 十八九岁在戏这一行 就是做科这一行 已经是很年纪 毕业了 年纪比较大 你大概十八岁毕业 然后你开始在台上 从那个宫女跟小兵开始 那一直往中间挤 这就是传统戏的特色 因为他们常讲说 你这样把别人搞倒了 你自己也不能站中间 站中间的意思就是你当主角了 所以要从旁边到中间 又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现在流行的话叫C位 对 大春你真的讲到重点 因为我有一天看大陆的资料 我还竟然花了好久时间 才搞清楚这个C位 C位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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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6月2号下午 是 新系林立 老系毅力 是吧 是 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我觉得我还写着 比较不错的一个 一个老系的品牌 那 三个折子系 是 我想我先提醒大家 5月31号 孙兵与旁军 因为是星期五 所以是晚上七点半的戏 OK 但是礼拜六跟礼拜天 这么多年来 我们已经都改为下午 都是 就是周末这两天 对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 对演员来讲 这个非常大的考验 因为有许多演员 唱了一辈子戏 他下午的状况并不好 他就是要晚上 因为他下午多半在午睡啊 要为晚上 所以刚刚开始 请他们下午唱戏的时候 他们都一副还没睡醒 那样的 然后嗓子不是特别开 他们都很紧张 可是现在呢 在台湾 已经几几乎所有的这个戏呢 呃 周末的戏都是下午开了 呃 那我我特别高兴 因为只有下午开戏 你才可以陪着你的爸爸妈妈 或家里的老人 出来走一走 然后看完戏 吃顿饭 回家去 是不是 如果还是晚上的话 你就跟你的爸爸妈妈说 他 你 你太累了 他太晚了 所以他不必看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不 我们演戏的人呢 也是为了看戏的人 愿意非常调整自己的 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 就请你原谅 呃 这这个这一次的折子戏 千八拜三 然后是临冲夜奔 以及扎美岸 这三出戏 真的是被我 李宝春被我挤出来的 因为我以前 孙病与旁娟一开就三天 魏妍之战也开三天 现在我让他一天演一出 他的头就比什么都还要大 因为那个词都多得不得了 尤其孙病与旁娟 我的公开道歉 我当年 对京剧不够懂 所以我写的文字过多 就像舞台剧 所以经过这几年一直删 还是显得讲话的地方不少 那唱的地方又多 所以他很可怜 最后第三天 他说你不能再叫我演一出什么 我什么受不了 那好 我说那我们开三出小戏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小戏有的很可爱 第二个呢 小戏很适合心意天下午 大家出来 你带着你的小孩看 他都会高兴 演的人其实也有一种节奏感 比较轻松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很有意思 你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你听到掌声啊 是完全不一样 是 礼拜六礼拜天是带着高兴的 带着这个带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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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鼓掌的地方不一样 因为他是不是老戏民 哦 就是你你老戏民就都会在节骨眼上 就最多的人会鼓掌 最多人会要求的地方 他鼓的特别响 但是这个年轻戏民啊 就会觉得棒的就鼓 啊 所以你你一听 哦 今天这一群啊 都是礼拜五 好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娱乐哄啪 访问的是 顾公亮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 顾怀君老师 呃 今天接下来要讨论的题目 天霸拜山 呃 凌冲夜奔 扎美案 呃 这些折子戏 都都有非常独特的魅力 而且我相信 有很多老戏迷 一听到开的是 这个戏马上就去买票了 一点都没错 嗯嗯嗯 我们很 我们很亚裔啊 这个开了这个 礼拜天下午 结果老人家全冲过来了 不过也应该说不亚裔 因为现在好好的在演老戏的 越来越少 对对对 那我实在应该好好的介绍这三出戏 不过我想对这个事情 小小小发书一下 我的感想 因为我们现在的剧团 剧院或什么东西 它永远要求你给信息 因为比如说你如果去国家戏 这种地方 或者你跟城市舞台这种地方合作 他一定是要你给信息的 他对老戏因为搞不太懂 又没什么信心 最主要是没有信心 就怕观众觉得 哎呀这是老东西 所以他们觉得新计划 至少就是新的 老的人也该来看看 所以这个样子结果 能在好的剧场里面 认真开老戏的人就不多了 不是说大家不想开老戏 那天怕拜三 我跟李宝春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还小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 不过对戏是完全相同的看法 这是很棒的戏 那我今天为了要来大春的节目 又怕胡说八道 还特别回头看了一下 我2002年的时候 我一生觉得最棒的 这个天怕拜三 那听说大陆也没有 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斗尔敦上长荣 然后黄天霸 李宝春 然后朱光祖 孙正阳 孙正阳 哎呀我真的 刚刚过世没有多久 我看了我永远满意 那天怕拜三这部戏呢 以李宝春个人来讲好了 如果大家是他的戏迷 然后想知道这个戏的话 这个戏呢是一个天霸 黄天霸是一个 是一个年轻很帅的小子 然后他全身的打扮是白色的衣服呢 然后戴一个大的帽子 大的帽子 刚刚开始上面有很多球 蓝色的 阴球 对对对 然后后来呢是一个罗帽一样的 因为他呢跑到山上去 拜望这个山上的草扣王子 斗尔敦先生啊 那上场荣的斗尔敦先生很棒 那这次呢 我们的是我们年轻的小朋友 李清风要演 李清风 他也很棒 然后用功的不得了 希望大家多多来给他鼓励 因为这一出戏 是不简单的一个华联戏 有最重要的唱段 叫做江九彦百志在聚艺 江九彦百志在 对聚艺听上 分金听上 后来就改成了聚艺听 对 本来我还是唱的老子 本来就是要分的 本来就是分钱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对对 所以呢 那个特别好听 我觉得那个哪一个唱的好听 那所以能够唱这一段 唱下来 需要给他叫好的 需要给他叫好的 不简单 而且就是为了叫这一段的好 就才买的票 对对对绝对 好 所以呢 这个黄天霸跑到山上去 他是因为这个窦尔敦 偷走了一匹马 道御马 对不对 天子的马被他盗走了 黄天霸就准备去抓窦尔敦 所以他们两个言语之间 激风不停 因为一个呢 你到底偷了我的马没有 有的话拿出来 另外一个说什么马 没听过 后来忍不住说 我就认识一匹好马 长得这个样子 骑起来可以飞的 黄天霸就说那你拿出来 我们大家骑骑看 所以他就骗出来了 这个马就骗出来 黄天霸一下跳上去 就差点就骑走了 幸亏呢 那窦尔敦有一点点 小子你过分了 就把他拉回来 所以戏呢又有趣 然后他又斗 而且两个相对立的力量 一方面你也会同情窦尔敦 一方面你也要希望黄天霸完成任务 对对对 观众的心里会有两面的同情 所以我就刚刚跟大春讲 我跟宝春在这件事情上 就我们的看法就是不太相同 因为当时呢 这堆人被招安了 所以黄天霸那边呢 就归了官方嘛 那那个窦尔敦那边呢 就归了山林了嘛 所以当人见了面以后 就不再是好友是仇人了嘛 所以呢你会希望官兵捉强盗 把那个兵 把强盗捉走 那你就看你同情谁 但窦尔敦很可爱 就是更没有用心机 更直率的队人 也可以说他更笨一点 更笨一点 对对对 所以他的政治智慧又差一点 对对 政治智慧非常差 因为他跟人家打赌 人家这个 他说你如果赢的话 怎么样 人家问他说 那你如果赢 他说哦 我不但把马拿出来 我还自己去认罪 对 可爱 所以他就死在这个上 对对对 自己把自己搞死了 所以大家如果 如果说哎呀 你星期天下午 你觉得这个 看几个好的艺术家 对的那个斗嘴 天八百三 不能错过 不能错过 不好意思 扎美案 我觉得可以说一说 好啊 扎美案 并不是全本的 扎美案不是全本 大概从杀庙开始 杀庙开始 然后呢 这什么叫杀庙呢 不是把庙杀掉 是在庙里杀人 好吧 试图杀人 是 没杀成 没杀成 这我还有一个 很有趣的经验 但扎美案呢 大家都晓得 就是包公案 里面质疑最重要的 秦香莲 是 那秦香莲呢 就跑去认 他的这个 已经把他丢掉了 丈夫 陈世美 陈世美 所以呢 陈世美带了两个小孩 陈世美一看不得了 这家后来的话 我现在的婚姻跟事业都完蛋 驸马就泡汤了 驸马 自职泡汤也 然后 所以他就派了一个 他自己的家将 叫韩琪的 说你跑去把这些人都杀掉 那他们俩 已经被我赶出去了 我现在呢 可以告诉你呢 你杀掉了 你杀不了他的话 你也别回来了 所以这个韩琪带了一个 一个箭 兜兜兜兜兜兜 就冲到那个庙里 庙里 躲着秦香莲 跟他两个小孩 是 正如那个大春刚所说的 因为秦香莲 一阵 一阵 义正 词言 家苦 哭嚎不止 是 然后终于就感动了 韩琪 所以韩琪 事实上是把这两个小孩 放了 放了 那这个 这个里面呢 最有趣的一个 我个人有一个有趣的经验 那 我们先讲讲这个戏里面 其他大花脸唱很棒 很重要 然后大花脸的念 非常非常重要 有一张这个告状的状态 是 那大家就说你们这好看吗 非常好看 因为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人心的 比斗 的一个舞台 你有了名 有了利 然后你就忘记了 你赵康之妻 而且包拯也不是没有 观观相互的想法 有 他有一段时间是想拿三百两文银 叫他的小孩 回家读书 回家读书 可是回家读书干嘛吗 当你爸爸吗 好像也不应该如此 你赶快讲 还有一分钟 好吧 我本来想要开玩笑的 因为我有一次 带了这个团到纽约去演出 然后韩琪呢 就这个 你看把杀不掉那个人 他就自杀 杀不掉那两个人 他就自杀 大家就啊 好棒 两个老外跑过来问我说 这个太stupid了吧 他应该把一只猪杀掉 然后就假装那是人的血 这个人死的真不值得 你就跟他说 你应该跟他说 那你为什么没有去呢 没有那头住在 how stupid 我说 killing pigs 真是有点太离谱了 你帮我们 所以 个人看个人的 他们还是觉得很好看 就是很热闹 是热闹 非常热闹 好的 不要忘记 希望大家去 6月2号下午2点半 天霸拜山 这个杂美案 以及林冲夜奔 大家一定要去看 徐燕凯的林冲夜奔 如果您还没有看过的话 这是他 使他成为现在的 年轻的一辈的五生里面 有那么多细谜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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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